接下来看全球进入了耶旦季节 在台湾的世道上 商业性的耶旦气氛也很浓厚 但是在欧美国家 由于通膨严重 能源价格飙涨 很多人连温饱都吃不饱了 因此过节庆的心情非常低落 英国通膨率已经冲上了11% 越来越多的英国学童 他每一天主要的一餐 就是学校供应 甚至有人只能吃这么一餐 波罗的海三小国之一的爱沙尼亚 他的通膨率是欧元国家最高 已经飙上了24% 那么人事成本上涨 美国现在耶旦购物计 很多消费者发现 自己要学一些新的科技本事 因为美国各大服饰跟百货商场 引进了自动自助结账系统 澳大利亚是一月底的 黑色星期五业绩非常好 所以他们的耶旦购物计 估计将会创下疫情以来最好的成绩 一顾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钟爱的科技犬 周末在六十多位主人带领下 穿上耶旦装聚集白金汉国外 向女王致敬 随着岁末耶旦脚步进了 伦敦西区的橱窗纷纷点亮耶旦装饰 尽管今年是三年来第一次 没有任何防疫限制的耶旦节 但零售商却面临疫后新挑战 今年伦敦西区的零售支出 估计将比去年上扬24% 但仍比2019年疫情前下滑28% 本季西区零售总额预计将达15.5亿英镑 相当台币581亿 在生活成本危机下 南伦敦这所学校部分学头 这一顿午餐可能就是他们一天下来 唯一的一餐 就位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 晚上在超市上夜班 但有时候还是不得不让孩子饿着肚子去学校 现在更加需要靠地方食物银行支援 这位妈妈不是少数 根据食物基金会调查 光是9月就有近400万孩童 被迫吃少一点或跳过正餐 越来越多学童仰赖学校提供的免费餐点 如今英国通膨率来到11% 创下41年新高 过去一年粮食价格就涨超过16% 周日伦敦气温来到摄氏零度上下 小维尼斯的运河河面截起一层薄冰 今年英国第一波寒流来袭 让民众暖气电费支出更加吃紧 若是家庭处境也更艰辛 苏格兰一位妈妈 因女儿需维生系统 一年6500英镑的电费 到明年将暴增到一万七 相当台币六十四万 根本无法负担 因后凯特·威斯雷得知后 立刻出手相助 经济重压 冲淡不少耶诞庆祝气氛 不止英国 根据欧盟统计局 欧元区整体通膨率也达10% 其中爱沙尼亚在9月更高达24% 荷兰也有17% 南半球的澳洲尽管通膨下 9月经济稍稍放缓 但错过黑色星期五优惠的消费者 现在又开始忙着耶诞年中购物 业者表示 澳洲黑五销售 在疫情期间持续强劲成长 今年消费更写下历史新高 不过今年在美国年中 购物可能得要学会自助结账 因为以后人事成本飙升 除了原本的超市 药装店外 服饰品牌和百货 包括UNIQLO H&M 居家用品连锁店等 也开始试着导入自助结账系统 而今年真的耶诞数 也因发布和运输成本上涨 批发价平均要比去年贵5%到15% TV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